好 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 GramScan所设计的那些方法 不仅从正确性来讲是充分的 而且反过来也是必要的 其中的任何一环都是不能缺失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回答另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前面曾经 对它有一个预期 我们希望GramScan的复杂度 能够足够的低 刚才我已经预测过 能够最好是Nlogin 与我们的下界密合起来 从而实现所谓的最优 那么GramScan 是不会让我们失望 它能不能令我们满意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乍看一眼 我们并不容易 让我们自己相信 它确实是一个最优的算法 我们来看看 从某一个角度 可以来做这么样的一个质疑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看到 整个这个算法 确实是由一步一步的迭代 逐次的N步的迭代 加入了N个点 但是在每一个点的位置上 不要忘了 我们经常都会做backtrack 这种回溯 有的时候不用做 有的时候做一步 有的时候会做很多步 虽然我们刚才没有举出这种例子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来举这样一个 比如说最坏的例子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GramScan确实从1号点开始 会沿着对应的边 走向2 走向3 一直走下去 至今为止 貌似一切都很正常 直到出现了 在这里的第8个点 这个点位置非常的怪 你应该可以想象到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蓝色的2号区域 to right side的区域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right turn 这个right turn 使得我们必须在7号这个位置上 做一个backtrack 从而把它弹掉 然后问题还不光在此 在接下来我们回退到6以后 还是类似的情况 还得回退 以至于5 4 3 一直到2 我们刚才讲了 当我们退到2的时候 因为刚才这条边的缘故 它实际上预先已经设了这么一条安全线 无论如何 它都不会再越过这条线 所以至少它还会往前走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 刚才这样的一个局部的这样的过程 不免会为gram scan捏一把汗 因为我们几乎倒退了所有的点 用我们的术语来说 已经倒退了omega n这么多个点 倒退了这么多步 这只是其中的一步 所以如果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悲观的来估计的话 我们会说难道说gram scan有可能会需要多达n 再乘以n n平方的时间吗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刚才包括gram自己都是瞎忙活 我们还不如用此前的那些简单的更通书易懂的方法 显然这个分析是不对的 或者更准确的讲 它是对的 只不过它分析的不够精确 这个界确实是gram scan算法的一个界 Big O意义下的n平方是它的一个界 只不过这个界还远远的不紧 因为我们刚才这种分析过于松了 那么如何才能够紧呢 我们来看一下